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慧 今天那个外面太阳烧极大 烧极堵 今天暂时就扶上餐去干活了 准备买了这些面粉 要来做那个饭头 小孩子吃 小孩子说 喜欢 喜欢我做的这个饭头 超级好吃的 现在就买了这些 准备要开始了 准备开始做饭头 我们现在就 先拿500克的面粉 然后大概就是用4克的酵母 然后用半斤左右的水 我们现在就准备好水 然后把4克左右的酵母倒进去 这样子搅拌 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就可以了 然后我是做那个500克的面粉 然后可以把那个500克 准备好的那个面粉倒进去 我们就500克的面粉 100克 我们准备100克 这就是500克的面粉 100克的白糖 直接倒进去 然后呢 就这样子慢慢倒进去 慢慢的 然后一边搅拌一边倒进去 就这样子 用力的 把它揉搅面团 揉搅 一直这样子揉 揉到那个面团光滑了就可以了 我们就这样子 把它揉从这样子 大概揉10分钟左右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了 就拿到那个油软 比较软和的地方 然后拿个盖子盖上 那边放在那边 放在那边 发酵2小时 2小时 我们放在这里 盖子盖上 等待2个小时後 我们再过来看 好了 来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2个小时已经过去了 让它来看一下 发酵了怎么样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好,花香都这样子,哇,像蜂蜂状啊,一样啊 来,先撒一层面粉啊,拿起来 开始给它排气一下 准备了,这样子给它排气 把里面的那些空气排出来 来,这样子,然后把它叠起来 重新再弄一个,这样子 撒上一层干面粉,然后重复折叠 十八次,就可以了 开始给它捡起来 想吃那个奶香的话,可以放点那个牛奶 跟那个,或者是那个奶粉 现在把它分割,然后放进那个棕榕里面 就OK了 现在已经摆好了 剩下的这些,里面包白糖 我要用这些来包白糖 再用擀面杖,把旁边擀的薄一点 中间擀的厚一点 然后就可以直接拿起来包了 就这样子把它捏一捏,包起来就好了 我给它,再吃花椒半个小时 盖上盖子就可以了 来,看一下,看一下,你看 超级的,超级的气馁,一层层 来,看一下,这个就是里面包那个白糖的 来看一下,哎哟,不错 好,这期的视频就先到这里 下期有好的视频再给大家分享 就到这里,拜拜 拜拜